这次基隆各校参与科展的情况非常踊跃 一共有106件参展作品 包括国小组57件及国中组49件 最后选出9所学校有12件的特优作品 代表本市参加全国科展 颁奖典礼上贵宾云集 共同来为这些小科学家加油打气 感谢指导老师们长期投入 启发学生的观察思考与执行能力 非常荣幸跟开心 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年的科学展览颁奖典礼 我有看到今年的研究主题非常多元 在生物科看到同学研究蜘蛛跟螃蟹的习性 物理科探讨浮球的稳定性 跟羽毛球拍的一个中心甜蜜点 参加最多的生活跟应用科学 就是有发展视力矫正神器 还有云端几点兑换等实用小物 这每一个研究主题都是很有价值 而且很有创意 在这边我想请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 给这些同学们一个热烈的鼓励 给他们奖励一下 小朋友好 你们在这个创作当中 学习到说怎么样是学习到 所谓的那个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我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那也知道了解到说这个团队的一个 团队的一个精神的重要性 那休息来在这边也期许 我们各位同学 也希望未来你们要多多收一些资料 然后集体创作 了解到说我们这个 整个就是说这个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感谢以前带过的跟我一起参与这种活动的一个学生 家长还有团队 所以第二个感谢 我要感谢是我们中正活动的这个团队 说真的 你看这些在座的到这边都是我们中正活动 那其实我84年进到这个学校 菜鸟一个 学校都叫我说你要执档科长 因为你最年轻最有冲劲 那我就知道了 那回来之后呢 接着退回来 那也是跟着这个 因为有团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tugget 互相的 还有我们学生非常认真的参与这种活动 所以让我一个舞台 其实存在记忆需要 如果不要学生认真想要学 那我们去发挥也没有用 因为这是一个学生比赛的舞台 第三个感谢 是我要感谢 为什么我会持续了二十几年 我要感谢我们的神伴 因为中央部队有好的典范 林耀然老师 他比我还更资深 因为他这个办法握手 我应该是第一个典范副奖 另外谢果良市长也特别针对近日的校园狼师案 表达严重关切无法容忍 并强调要想尽办法 让类似的事件不能再发生 影响校园安全 那就这一点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抱歉 我们要先一举功跟大家致歉 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未来 学校的一个主管机关 跟一个管理机关 我觉得未来我们要更努力 是可以请我们教育处刘处长 可能针对于学校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 能够要很清楚的 未来更实际更迅速的 掌握学生们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市长谢果良强调 他也是学生的家长 特别关心基隆的教育环境 希望结合一切力量 让学生在校园能够好好的学习成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